这条街还挺好看 挺自然的一个感觉 今天呢是清明节假期前最后一天工作日 然后今天不是周六吗 要补周一的班 我觉得好心累啊 上了六天真的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 今天为什么要记录呢 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学校的一天 当然肯定不是每个环节都能够录到 有的时候就是肯定还是不敢录 或者不方便录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穿搭 里面穿了一件衬衫毛衣 裤子是我随便搭的 本来是想搭一条牛仔裤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今天的衬衣也是牛仔的 就搭配起来感觉特别奇怪 所以就穿的黑色的裤子 然后现在呢就是每天早上 我爸或者我妈就大清早送我去地铁站 晚上又在地铁站接我 就清明节过后我就要搬家了 也可以多睡一会儿 他们也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了 和一个零零后的同事妹子 我们一起住 他那个地方其实是没有房间的 是一个书房 比较空的书房 反正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嘛 就买个床垫就行了 我也只是需要一个落脚点 平时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 我闭一会儿了 好酷 红军红师团做过的一个图层图 然后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战役与会议的进行地点 然后其中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观景台 那个很大的观景台上面 就是专门拿来去看那个大渡河的 那个大渡河的 你都ì试了 你都会的 好 你都不认识了 好 你都不认识了 干嘛 这么多 我今天不是 事物 要等于 我 我 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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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